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六一六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六 今天我们很高兴很荣幸的邀请到 一个在沙巴最近火到不行的艺人 刘广义 大家欢迎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也很受宠若惊 你答应我来这个来做这个节目 真的感谢你 你的弟弟叫我来的盛北方帮大家偷心留 所以必须要来 今天邀请刘广义来这里 除了要介绍一下它的专 carried 还有更多的观众了解刘广义的另一面 因为今天也是萍兴是小弟的第一次主持 有什么做到不刚的 讲错话 请大家多多包含啦 远亲你多多包含啦好不好 没问题 本來就是因为今天你是第一次 所以特别来捧场 来支持一下 因为我第一次了 我又不好意思突然找到一个这样大堡的艺人 我都 Match 特地太紧张了 所以要喝一点饮料来订订金针 这个你ok吗 这个很猛 这个是在我们Saba Online Store 卖的比较火的一个红酒 然后这些产品全部都是由我们Saba Online Store所赞助的 ok吗 所以正如大家所知 最近新年的时候 我看你们都会看到整个Online Facebook Instagram 轻易色全部都是刘广义的广告 对于突然间在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发展 有什么 新的还是有什么 其实真的是要感谢很多赞助商对我的支持啦 说起来 其实从一个舞台 歌唱的舞台 转战到这个平台 就是这个直播平台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尤其是直播 现在好像每个礼拜都在做直播了 现在疫情之前我们都没做过这个东西嘛 对不对 然后最多电视节目比 可是没有想到后来 因为磁势所比 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好 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转变 没有想到这一次这个转变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也很感谢Saba的这些 赞助人赞助商啊 给予我们他的支持 就好像你们一样啊 给我们机会啊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 要你上演过来支持才可以 对我就觉得这是 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之前只是上台唱歌啊 主持下节播 现在做的是另外一个方向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学习的空间 你要很感谢啦 最多很感谢就是很多这些赞助人给我打机会 接下来还有很多啊 很多啊 我相信大家对我不要太厌倦 你的 你的节目应该排到满满了 这几个月要看 真的因为 也在这个疫情的这个 控制之下 我们还是有一些必须要省略了 要管会更多 幸好呢我的专辑是在啊疫情的8月份稳定的时候录制的 所以 幸好还有这个产品可以让我呢继续下去的 那是真的一个啊 要感谢了 真的要感谢 你是从几时开始接触到这个直播 待会因为最近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刘广义现在是我们的直播 天王了在啥吧 其实 说起来真的是一种缘分 然后总机会啦 第一次做Live的就是因为刚好 帮一些慈善团体做直播 其实我本身不会 不想的如何做直播 之前觉得人家在家里做的时候很像 我又不适合 我又觉得我又不会 所以我就当时就没有 没有介入 结果就因为啊 其中一个 赞助人 他们希望 慈善机构 慈善机构啊 就希望帮他们做一些慈善的活动的时候 通过直播 那时候是第一次接触直播 十几时 是深 五月多 五月尾的时候 我记得是刚好MCO 过的那一刻 我做了一次Live 之后就陆续有来 因为那时候的反应也很好 那时候是非常的好 真的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然后接下来做了很多的Live 所以我觉得 从经验中学习啦 不过这边 这边真的是有一些要跟你说就是 我做Live也遇到了很多 很好笑的一些事情 该感到高兴呢 还是 另外一方面 因为 最近我做了很多Live 我做了很多演唱 包括我推出我的专辑 也做了一些Live 然后 一些歌友们就说 或者这个Live做的太专业了 他就觉得 就是好像在studio这样 然后他们就觉得 好像在看电视节目 好像不是 这些一般上他们想象的Live 不像你之前的一些风霸 比较 在舞台上的 比较 清明的 他就觉得Live应该是像家里 这样就坐在这边 把人静静的 人头大大 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平台上 然后不是专业的一些 结果他们看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好像是在看电视节目 有一点距离感 有一点距离感 OK 我就说OK 可能我们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多做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Live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镜头 有三四个镜头在拍 所以希望效果很好 所以能够带给观众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体验 第二呢 我又听到一个回想 就是说 广义 的这个Live 应该是对嘴的 不然没可能差得那么好 他真的是没有在对嘴 只是真的差太好 应该是影响公司的 这个效果非常好 其实他们的设备都很好 所以 可能他们就有种误解 觉得好像对嘴 我就觉得 蛤 那我应该高兴 还是应该希望 有可能是因为Live的那关系 有时可能有些小delay 这样子会弄到好像在对嘴的感觉 其实也蛮 蛮开心的 第二个人这样讲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这个专辑推出了 我很开心 可是推出不到 两个礼拜 就有办法 所以因为我在这个 沙老院的朋友 就跟我说 他到一些 市场上要买我的CD的时候 就有人跟他说 正装的 就三四五块九 OK 木牌的七块 你要哪一片 他说 可是大家可能忽略了 一个 这个专辑的另外一个意义 其实你这个是做三四的对吗 这沙巴是完全做三四的 我是相信 其实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会有翻版 因为 都卖完 其实 很多地方都没有过的 对 当听到说有翻版的时候 之前你会很生气 之后你会觉得 哎呀 他都买不到这版那支 不想听你的声音 但是找不到正版了 被逼到要去找翻版 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正版 这样我们的这一人才有机会生存下去 对在这个专辑录制的时候 你 遇到什么 比较 很有趣的故事 录制这个专辑 对我来说这个经验是非常好 而且很多惊喜 因为它是我用了八个小时就录完的短期 已经破纪录了 十多首歌 八个小时录完 也可能因为是之前 MCO的关系 三月份的MCO 联系的话 到六月嘛 所以我休息了蛮久的一段时间 去录音师唱歌的时候 我的声音的状态非常好 我也不明白 所以老师就觉得 今天你唱得很好 唱第二首歌不错 第三首还可以 再问我可以唱第四首歌不错 还可以 结果他听得出来 觉得是很好 就 持续这样录 结果我就在两天 用了八个小时 录完了全部所有的歌曲 接下来拍MV也是蛮顺利的 就同在那个礼拜之后 就赶紧拍MV 这是 遇到一些小小插曲 就是有下游 可是 还是 可以拍完 所以其实 幸好 就 把最后首歌也拍好了 我觉得是 蠻高兴的事情 以往的装机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知道你以往都会用一些 Saba的歌曲去改编 但是一个好像没有对吗 真的没有 这是完全是 喜马公司 特别为我定做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专辑对我来讲 是我一生的梦想 所以那个 创作歌曲 我也是很感动 老师为我做那个 杜森定做的那个创作歌曲 那个心灵歌 也变成了我唯一一首 就是 完全创作的心灵歌 是属于我的心灵歌 所以那是我最开心的 因为现在目前我一直首歌在中国也在播 所以我也看到 最近你有在发的一些 帖在 在脸书 是讲你中国 中国也可以靠你的MV了现在 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机会 让大家去了解我们Saba的 有很多艺人 其实是有挫伤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看整个新年啊 对华人 这个community里面也影响得很大 你打算今年 破这个 华人新年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还记得去年的新年 我破了我自己的记录 我一月份就唱了25场 然后二月份我还有10场 在新年前 今年的新年特别不一样 不过我们也只好接受现在这个事实 是啊 有办法 我们只好能够聚在一起的 当然是最开心 不能够聚在一起的 可能我们就要通过远距离的方式来清除了 我相信接下来还有很多live 我跟大家见面 所以大家只要关注我的脸书 就可以看到 我接下来这是演出啊 等等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在我们的Sava online store 会有 刘广义的出现下次 还没有买专辑的记得咯 一个还有机会可以买到的 要不然就要留守我们的节目了 就可以 我们这个节目还会送出 10张专辑 刚才我们讲的 只要你like and share 我们的影片咯 再comment down 拥抱春天里 我们会在 年28的时候 送出10张专辑 好不好 在节目的尾声呢 我和管约这里祝大家 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恭喜恭喜 所有烦恼随风趣 人人健康 笑咪咪 恭喜恭喜 新年快乐 拜拜 欢迎回到我们LiuLiuMedia的channel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Liu 万事如意 恭喜恭喜 然后最后 然后 再来跟我说 重新高下吧 你的slo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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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想事成 人人烦恼随风趣 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恭喜恭喜 人人烦恼随风趣 所有烦恼随风趣 人人烦恼随风趣 所有烦恼随风趣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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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烦恼 小明明 等待黎明的 他要生气 幸福装满在心里 相信我们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拥抱 全天力 恭喜你 自强呼吸 恭喜你 卖过荆棘 我们具备在场亭 说服的话 开遍地 恭喜你 奋发努力 恭喜你 永不厌弃 所有烦恼随风趣 人人健康笑 黎明 所有烦恼随风趣 所有烦恼随风趣 人人健康笑 黎明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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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 他们蜂消龐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